校园是学生安全的保护港 可以说除了家里 学校就是学生们最安全的地方了 可是前两天 赵元县第五中学的学生王无敌 却在学校里遭到了殴打 而打他的人 您想都不会想到 王无敌今年17岁 是赵元县第五中学初四年纪的学生 原本应该在学校里接受教育的他 现在却不得不在病床上 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王无敌说 把他打伤的是他所在学校的校长 于海军 所以我们把那个孩子送到学校 就是为了保障他的人身安全 现在他人身安全不但没有保障 而且还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王无敌说 11月16号下午一点多 他在学校侧门附近嗑瓜子 这时被校长于海军看见 校长严厉的批评了他 并让他马上把地上的瓜子皮收拾起来 我找同学去球条了 球条猪 他好像是抗无尊眼是早事 之后就那个让我让我从那个台阶上下去 下去之后他没动也没跟我说 啥也没跟我说 当时就打我一下子 王无敌说 由于当时校长扇了他一个耳光 而且打得很重 所以气愤的他也跟着还了手 并打碎了校长戴的眼镜 这时校长脸上出了血 而王无敌的右手也被眼镜扎伤了 可是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 更加气愤的于校长把王无敌带到了学校的正教处 当时有四个男老师拉着我 不让还手 之后他们一趟拉着我之后校长就上来打我来 用拳子打我脑袋 之后打完了 累了之后休息 他休息完之后还打我 大约十几分钟后 王无敌才走出了正教处 并被学校的一名老师看见 老师把王无敌送到了医院 从王无敌家人提供的录像里也可以看出 当时王无敌的外伤确实很重 而事发后 学校方面并没有任何人来医院看望王无敌 身为一校执掌 你多少人心中的楷蒙 你就不应该这么做 对不对 你手下还有多少老师呢 如果都像你这种做法的话 说孩子在那个学校里能安全吗 看到这里真是让人既心寒又气愤 为什么在一个尊氏仲教的校园里 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呢 身为一校执掌的于校长 为什么会对一个年仅17岁的孩子大打出手呢 为了了解当天的具体情况 我们来到了赵元县第五中学 可是并没有见到校长于海军 一位姓李的副校长说 于校长这两天因为受伤 也一直没能来上班 现在他也无法联系上于校长 李副校长说不清楚 那么当天和王乌迪在一起的同学 应该会对当时的具体情况有所了解 于是我们找到了王乌迪的同学 可正当我们准备调查了解情况的时候 学校的工作人员却出面横加阻拦 后来经过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协调 我们终于找到了当天目击整个事件经过的学生 给了一个袜子 然后他就撕下来了 我上篮着 然后出来来老师 给王乌迪拽正教处去了 剩下我就不知道了 那个校长喝不喝酒 校长喝酒了 从正教处的门那个玻璃 看那个校长把王乌迪就推到南边 朝南下边 反正就一顿打 打完之后还有老师拽着王乌迪 怕王乌迪还手 拽着王乌迪没拽着校长 目前王乌迪的家长已经把情况反映给了赵元县教育局 希望能得到一个公正的处理 一个是要成立调查组 到那个学校之后进行认真的调查 把这个事实调查清楚 第二就是让这孩子嘛 现在安心在医院住院 尽快的把那个伤情治好 痊愈出院 涉及到教室违规的地方 我们会按照那个教室的有关条例 进行严肃处理